我們常常參考美國或日本的 但是我們常常會忽略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台灣自己本土的一些運動產業 能夠產出的一些工具 所以我覺得我打職棒那麼久 我只是參與棒球運動那麼久 然後我也觀察到這一點 所以也是因為我們要出 突解跑列全輸的一個很重要的其中一點 今天是我打中華職棒的第18個球季 所以我在從第一年到第18年的訓練 其實都不太一樣 但是維持訓練它是一個職業棒球選手它的基本 所以不論是飲食 睡眠 或者是訓練都有一定的要求跟維持 的確它也是其中一個因素之一 就是說會讓我想去看各國的一些職業運動的 他們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它不單純只是棒球的系統 那我想要 也是我觀察到 就是台灣沒有所謂的運動的那個教科書 然後我覺得所以在我們成長過程 在學習這項運動或者是這個技能的時候 會很吃力 因為往往都是聽教練或者是老師 他們的經驗談 可是經驗談又有多少人能夠理解呢 所以如果有文字文本 甚至像以現階代科技如果有影音這部分 可以讓我們可以更快速的學習 能夠理解這項運動的話 然後可以有更妥善的工具 可以讓我們去操作 那我覺得我們進步的幅度會更快 So size 看來是一種天生 當然維持很重要 對 就像訓練一樣 訓練你是要一直不斷的堅持持續 不斷的去精進 然後優化自己 你才會 You know 更好嘛 對